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南島保理 十二年一次的做酒 依照到傳統 十一月 二九到十二月 齊五要吃菜七天 專程的店面都配合吃菜 這個參院業也該不會送信 也只是整期來停業 但是有一個很明顯的連鎖店家 沒有該不會送信 是照常來做生理 有民眾認為 這不尊重地方的方向 也在網路上 能看到真煩的議論 南島保理這間店 原本用大幾口的湯頭 全補改做菜 菜單也都改做素食 怕到另外一間鴨店 也沒有提供爆肉營 插著那個鮮肉的話 就把它改成素肉 湯人 原來保理等來正行十二年 一次的做酒依好台店 尊教傳統 全店要吃素七天 這個店內上團禮宿超過百年 店面不然都會配合 餐廳的鴨店也都會改做素食 甚至怕到超市也要爆肉 不過有明顯 今年十歲日子十月二九到十二月錯誤 有這間店沒有該不會素食 也照常營業 民眾認為 店家沒有尊重地方的文化 他們去討論 就覺得你說機會這樣 健康一點也不錯啊 還是有些外地學生 外地學生 然後還有遊客 還有一些基督教的 他們不一定要吃素啊 電工所強調 雖然為中氣好台店 有鼓勵吃素 不過沒有強迫店家 才是民眾一定要配合 希望臉民 遊客 店家時間 我們可以好最尊重 綜告信用